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想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我是如何DIY这款宜家的升降桌的 首先要声明的呢就是这个DIY的这个办法 我们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了 我是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位YouTuber 他是这么做的之后呢 我们两个人就决定他这个办法还不错 就我们目前来讲市面上用宜家的这个countertop 来做桌子的案例 大部分都是那种就是直接就把它给放在那个厨上了 他没有说有一个 upgrade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决定说要来试一下 这个空间主要是给家属来用的嘛 所以说当时我老公他给了我第一个 就唯一的一个要求吧 或者说他的一个诉求 就是说他不希望把他的这个office corner 搞得很小气 他就是想要一个大气点的工作的地方嘛 那这样子的话的话 比较好处理的就是你的这个桌子 首先不能太小气 就不能有一个这种小小的这样一个办公桌 因为他已经被赶到下面来了 因为我现在怀孕的关系 所以他 他的原来的办公的位置呢 经过我们重新的调整了之后 他现在已经被赶到这个corner来了 那既然已经这样了 绝对就是不能委屈他 所以这个IKEA这个corner top就非常好 他首先整个厚度啊宽度啊整个质感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大气的 好的那首先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要确定你的这个桌子的一个方案 也就是说确定他的一个尺寸了 第一步要确定的就是这个空间 我们可以放最大最宽的桌子是多大 IKEA这一款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 我记得是差不多74inch的一个corner top 他也满足了 第二步就是说我们需要放两个屏幕的这么一个需求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要去购买材料了 那我们一共用到的东西呢 其实是有差不多一个是IKEA的这个corner top 然后呢另外两个就是IKEA 看不到吗 另外两个就是下面的这两个IKEA的橱柜 他应该是叫我记得是叫Alex的一个橱柜吧 然后还需要一个是升降台 那这个升降台的话是来自Foley这个品牌的 然后的话还会需要用到一些Cable Organizer 然后桌面的话会用到的一个是这个小架子 那这些东西的购买链接呢 我都会放在我的一个info box下面的描述框里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到 那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Cable Organizer买的比较晚 所以导致说我们这个桌子呢 装好了之后我们再去 人要钻到这个桌子的下面去安装那个Cable Organizer 就反过来这么装 稍微有一些些累吧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些东西都买齐 等到所有的东西都买齐了之后呢 第三步就是安装 其实安装我觉得这个桌子对我们安装这么多东西的一个经验来讲 我觉得是难度很低的 就是说它的复杂程度 包括它的难易程度都还蛮低的 Countertop吧 这个就是一块板 你买来的话就只需要把你那个Fully的架子 就是那个可调节宽度的架子 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你喜欢的一个宽度 然后直接把它安在那个板上就好了 如果想要和我们达成这样一样的效果的话呢 就是可以在这个两边 留出Alex这个柜子的一个宽度就好了 Fully的安装非常的简单易懂 我觉得差不多30分钟左右吧 就能把桌子跟这个Fully的这个支架装在一起就能完成 然后呢我们再把桌子给翻过来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的就是建议大家 在安装之前呢桌子下方的一些Cable的所有的那些Organizer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它给装好 这样子的话你的后续会方便不少 大家都懂的啊 就是装一家东西的时间反而可能更久一些 这两个桌子装了差不多我们有 应该是说有一个多小时吧 不是我们啊 我老公他一个人完成的 我只能在旁边就是给予鼓励 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帮到他 第四步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微调了 像我们买的这个Fully的桌子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memorable的一个功能的 像现在这个升起来的这个高度呢 就是我们就预设好 就是我老公他比较适合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高度吧 然后的话 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设置好 就是说你这个桌子的最低的高度是多少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怕撞到那个Alex那个厨嘛 我觉得他的整个东西的一个颜值啊 使用起来包括他的一个升降时候的那些声音啊 各方面我觉得都是还蛮不错的 声音也不会太吵 只要大家一定要确保你的这个最低的高度 要到不会碰到柜子的那个高度 高度设置完毕之后 我们就要把所有的线给收纳起来了 就是为了升降过程的一个安全嘛 我自己的话就留了一个主插座在外面 这样子的话只有这一根线是可以自由伸展的 其余的我都把它绑起来了 就尽量隐藏在了这个桌子板的下面 整体看起来也会美观不少 然后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你整个桌子就已经完成了 我老公的话他还是满满意这个 这个Home Office Corner的一个 给他的一个setup的 然后整体的话 我们还是选了跟我们家颜色比较接近的一个绿色系 像这个电脑的话本来就是绿色 他配的一个显示屏也是三星的一个绿色嘛 然后其实他这Alex的柜子是有一点灰色 灰色系的就是灰蓝 但是又有介于绿之间 所以整个东西的话色系还蛮配的 然后包括这个Folly的桌子的架子 我们选的也是绿色 那这样子一个整个office corner的东西 用下来的费用的话 差不多给大家罗列一下 给大家一个参考 首先这个countertop的话是差不多 我记得是179美金 柜子是130块钱一个 一共两个的话就是260美金 这个柜子的话我觉得是optional的 然后这个Folly的架子 我们买的时候是在折扣中的 这个差不多是377块3毛 我可以把我们选的一个配置贴在这边 然后桌面的这个架子是Amazon的59美金 然后接线板那些Cable啊 接线板我记得是26 然后Cable的一个绳子就是扎那个绳子的东西 差不多是10块4吧 一共总额是在911刀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这个整个价值和获得的这么一个效果来讲的话 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好了那希望我们的这个DIY小Project 能够给到你一定的参考 有问题的话欢迎在留言区给我留言 那这个以上就是今天非常快速的一个简短的视频 还是老样子 记得要点赞收藏转发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